这是中国 用全球9%的耕地 和6%的淡水资源 养育了全球近20%的人口 保障粮食安全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中国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打造现代农业金扁蛋 培育种子里的金种子 航市粮食安全压仓时 不仅稳住了农业基本盘 还实现了从吃得好 想吃得好转变 短老中国饭碗设置组 足迹辩访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与您一起踏上一段不寻常的旅程 一同见证越走越稳健的 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黄色 青色 黑色 红色 白色 五色土壤 不仅组成了中华大地的基本色调 也是华夏先祖用以期盼五谷风登 感恩大地馈赠的文化符号 风沙堆积 时间搬运 形成了富含钙元素的黄色土 奔涌的黄壳流经这里 塑造了卧野千里 仙民们在这里驯化蜀寂 诞生了东亚农耕文明 江河纵横水网密布 泥土长期被江水浸泡 活跃的铁元素慢慢呈现出了青黑色 这里是水稻的故乡 青色的土壤成就了丰衣足食的富庶江南 东北平原上黑色土滋养万物 补植至堆积形成了世界少有的肥沃土壤 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一粮土二粮油 这里贡献了全国四分之一的粮食 中国南方高温多雨 由菜花和洋芋花铺就了彩色丘陵 含有铁铝等金属的岩石 历经数十万年的风化氧化之后 形成了红色土 洪壤区的耕地面积 约占中国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八 从空中俯瞰 东中西部许多省份 散落着一块块白色岩碱土 这些原本的荒漠 中国人却让它滋生出绿色的生机 变身为良田 开梯田是水道上的山 开钩作林帮助盗卖一年两熟 沙田独步世界 让中国人吃到更多甜美瓜果 打造良田 就是在打造中国人的幸福生活 良田 土质肥沃 旱老保收 一货高产的耕地 拥有良田是中国人持久的执念 意味着五股丰登 六处兴旺 家族富裕发达 吉祥美好 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养活了十四亿多人口 但是就良田而言 中国的家地并不算丰厚 中国的耕地46%分布在丘陵和山地 总体质量不高 粮食亩产大于一千公斤的耕地 连五分之一都不到 耕地产出能力 是决定我们粮食安全 最终的生产能力的一个基本要求 由此也反映我们进一步 如何改善和提高农用地质量 提高农用地等别 和它的生产能力的任务 还非常艰巨 一场让耕地更健康 更绿色的行动 正在全面展开 这是新时代赋予中国农业的新使命 色黑如珍宝 土好肥力高 黑土是地球上十分珍贵 且稀有的土壤资源 已经形成了46亿年的地球 至今也只有四大黑土区 中国的东北平原 就是其中之一 总面积109万平方公里 北起大兴安岭 南至辽宁南部 西到内蒙古东部的大兴安岭 山地边缘 东达乌苏里江和图门江 这一片肥沃的黑土 如今是中国最大的粮藏 松嫩平原浮地 黑龙江海伦市 典型的黑土区 其黑土层厚度平均在70厘米以上 有机制含量高达3%至5% 这几天 种植大户阳海军 有些发愁 每年这时候 这苗都挺大了 你苗有点秀不达的 一点都不新鲜 很担心 你这产量上不去 你就是 中一年底不就白种了吗 关键时期 田里的玉米苗却发育不好 杨海军第一时间 想起了老朋友邹文秀 研究黑土地的专家 杨大哥 这是咋的了 这苗出现有点问题 苗出现有点问题 来我看一看 其他地方还有吗 有 这还不少 这哪儿吧 给你打电话也说不明白 让你们来看一下 以为有啥病了 这苗有点动物了 这两天我看 这个温度上来了 你就抓紧伸松一下 经过专家诊断 这次出苗问题 主要是天气原因造成的 后期长势可以追回来 杨海军这才松了一口气 对于黑龙江海龙的农民 和专家来说 黑土地质量 始终是他们 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作为松嫩平原海轮示范区 治理黑土地的专家 周文秀在这片土地上的研究工作 将近二十年 黑土地上一点一滴的变化 都牵动着他的心 好的黑土 它就是这种粒状 看 都是一粒一粒的 这种粒状土壤结构 就是最好的 但是你看 我们刚才又拿着 你看这是掰开 我们看一下什么样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理底层的一个结构 它成片状的 这个层就导致作物这个根线 它是横着的 导致这个作物 不能在更深的土壤的一个 里面吸收这个水分和养分 周文秀团队研究发现 前些年 海伦市每年坡耕地区域 黑土层厚度 下降速度是0.5至1.5毫米 地利透支的黑土地 需要做保养了 小的时候黑土地 给我的印象就是说 它能够让我们吃饱 它能养活我们一家 黑土里面很硬这个层 就是理底层 但其实就是由于 这个理底层的存在 之后呢 作物就不能好好找 最后感觉就特别痛心 我就想 哎呀 你是不是我们能做点什么 党的十八大以来 对黑土地的保护 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5年到2022年 应该也是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八年 均提及黑土地保护内容 2017年 原农业部等六部门 出台了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 2020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印发 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 2021年经国务院批准 黑土地保护被上升为国家工程 一系列关于黑土地保护的科技工程 行动计划全面展开 海伦市作为农业农村部门实施的 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 也随之开展了一系列 耕地治理保护措施 通过深番耕地 接杆环田 打破离底层 增加土壤有机制 提升黑土地质量 38 40 42 44 46 我们改良过的土壤 表层的硬度在20左右 没有经过我们改良的土壤 硬度在50到60 今天周文秀和团队采集的土壤 是为了检验此前 接杆环田的方式 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 这是一个典型的黑土的抛面 我们也看到 从地表到80厘米 有一个明显的 一个成黑色的土层 这个就是去年经过 接杆深番环田的一个抛面 我们就看到通过这种方式 就是很硬很硬 这个层没了 然后能让这个结杆和有机肥 进入到0到35厘米 构建一个肥沃的一个耕层 政策聚焦发力 专家把卖汇者 农民全力 黑土地治理显现出成效 2015年以来 中国先后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 试点1450万 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超 2亿5次 我们从事黑土地保护 或者保护性利用 把这个叫做 种植业上的一场革命 我们的种植方式 必须和它的黑土 原来形成自然工程 尽量做到一致 才能防止黑土的退化 2021年 七部门联合出台 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 2021至2025年 进行全面部署 针对黑土耕地 保 瘦 硬问题 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平台 综合实施保护性耕作 有机肥还田 肥沃耕作层构建等措施 实现对黑土耕地 在保护中利用 和在利用中保护 紧密结合 打造两田 2022年8月1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 黑土地保护法 正式实行 这是第一部 国家层面的黑土地保护法 为保护好 利用好黑土地 提供了法律保障 如果说黑土地保护 是把原本肥沃的耕地保护好 那么 盐碱地治理 则是要把盐碱化耕地 改造为高产良田 盐碱地被称为地球之选 是治理难度最大的土地 综合利用盐碱地 是中国实施藏粮余地战略的一块重要拼图 中国盐碱地分布范围广 散落在西北 华北 东北和滨海等地区 不同地区的盐碱地 成因不同 治理方法也不同 这个是没浇的 这是表层那个特殊干 你看这原外草 在这个地上都能长 旅盐碱地打了一辈子交到的刘晓金 每月都会和团队 在河北海兴县盐碱地上渠途检测 他们最担心的是 莫过于改良过的盐碱地再次返盐 我们下级雨量往回走 正好打完了就 下完了 走吧 这里距离渤海海岸20公里 属于环渤海低平原地区 是沿海土地盐碱化的典型区域 在这样的盐碱地里 很难长出庄稼 刘晓金毕业之后就来到了这里 参与了早期的盐碱地改良工程 2013年 国家启动了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 计划用五年的时间 对山东 辽宁 天津 河北 三省一市 四千多万亩中低产田 和一千多万亩盐碱荒地 进行改造 盐碱地它是资源 因为国家里需要粮食登产 宽布海地这块地里 也是当时 黄河海中低产这里的时候 留下了一块 也是最难看的一个硬骨头 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 刘晓金团队已经掌握了一套 改良盐碱地的方法 但是治理好的盐碱地 需要经常检测 以免因为海水的侵蚀 出现再次反盐 取土 检测 试验 治理 上万次的重复 成为了刘晓金团队的日常 我们要学会与盐碱地和谐共生 治理盐碱地 你这种坚持在这上帝 这还是没有放弃这一说 还很咸 就算八颗生吧 记上这个是五月 六月十二 六月十二 为了解决反盐问题 科研人员遵循盐水水来 盐水水去的规律 需要春季覆盖一盐 夏季急需雨水淋盐 但这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选育耐盐碱植物 适应盐碱地 这是新个思路 很快也会转化成为 现实生产力 刘晓金从事治理盐碱地 工作以来 他和团队每年形成五万公里 跑遍了中国不同类型的盐碱区 累计收集了一万多份 耐盐碱的种植资源 你这起码得取三个点 是吧 对 或者这一个点 这一个点 中间一个点 对 中间一个点 它受光是不一样的 对 感谢 这好你才能是一个同居的一个 到了收获的季节 刘晓金团队将通过测产 对2021年选育的耐盐碱作物 进行一次淘汰 有点酸味 废菜 又叫养型菜 非常耐盐碱 因为在这个盐碱地区 我用这个做地备植物 做这个绿化用 可以作为中药材的废菜 长势喜人 除此之外 大麦和燕麦也给了刘晓金团队 一个惊喜 张老师 静老师 快来来吃饭吧 一 二 三 还是挺丰盛的 都是我自己生产的 约的地上是啥都长 香菜 吃吧 刘晓金刚来到实验基地的时候 吃的是随身携带的干粮 如今 实验基地里种出新鲜的蔬菜瓜果 已经可以自给自足 看这个分明的感觉 谁知道这个过去的楼盐碱地 不打楼子 当年毫无生机的盐碱荒地 已经绿树成荫 刘晓金也在这里度过了将近三十年的光阴 我们呀 做科研的 你想啊 看着那盐碱地上过去光秃秃的 它绿了 头上白了 盐碱地绿了 老百姓有收入了 能不高兴吗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开展以来 已经在四千多万亩中低产田和一千多万亩盐碱荒地 实现了粮食增产二百多亿斤 中国的盐碱地质里 已经走出了一条 以工程改良 化学改良 生物改良为主的路子 各盐碱区都探索出了 区域特色明显的关键技术 结合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新疆 内蒙古 吉林 山东等十四个省区 正在如火如荼地组织开展重点区域盐碱地普查 力争尽快摸清盐碱地家底 为进一步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奠定基础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积极挖掘潜力 增加耕地 支持将符合条件的盐碱地等后备资源 适度有序 开发为耕地 中国人正在以科技之力 将更多的荒原变身为绿洲 甘肃定西 以马铃薯种植出名 几年前 赵全武退伍返乡种田 这几天 他总是焦急地抬头望天 入春以来 龙中地区几乎没有下过一滴雨 眼看着马铃薯 播种期就要到了 如果还是没有水 这一记收成就要泡汤了 听完杨增辉的话 赵全武不知该如何回答 生在黄土高原上的他 太知道水对于这里的人们意味着什么 定西位于甘肃省中部 这里常年干旱少雨 蒸发量大 千沟万赫的黄土裸露着骨骼 定西城就坐落在一条干涸的河床上 为了保持水土 定西人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 修建了层层踢田 但依然无法改变 望天吃饭的命运 建设汉烙保收 高产文产的高标准农田 成为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决措 这是一项立足长远的国家战略部署 一切将随之发生改变 对于缺水的甘肃定西来说 打造良田 关键在说 这里的农田分布于高低不平的山岭之上 唯一可以用来饮水的桃河水盘绕在山脚 要把这里的水引上山去 需要跨越281米的落差 如何用好每一滴水 让每一块地都得到滋润 是这项工程最大的挑战 我们在那块通往四区的那些道路上 有一段路 那个特别陡 当时呢 因为那个是锤 几乎上就是锤直往下的 我们那个加手拐道呢 不容易 你如果是继续外落在上面 无法施工 施工太难 经过反复勘测 工程先利用水泵 把山底桃河二干渠的水 引上山顶的蓄水池 再在每层梯田中突射管道 蓄水池的水就沿着这些 如同毛细血管般的管道 流进1040亩梯田里 2022年春 引水上山工程建成投入使用的第一年 定西就遭遇大旱 这项工程一落地就面临严峻考验 池子里面快没水落了 一下子不够 当时施工走的路比这个难多了 春耕在即 设计师秦和美沿着管道 仔细查看 当上游的水区开闸放水后 管道里的水就鼓起来了 赵全武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 八月 白色 粉色 紫色的马铃薯花 彻底覆盖了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 同时它也预示着 曾经靠天师范的定西人的命运 正在被改写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各地深入实施 藏粮余地 藏粮余迹战略 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一大批旱老保守 高产文产的粮田 就续诞生 到2021年底 中国已建成九亿亩高标准农田 2022年底将达到十亿亩 规划到2030年将建成十二亿亩 这意味着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耕地 将成为高标准农田 高标准农田是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 2030年要建设十二亿亩高标准农田 一次稳定的 一点二万亿斤以上的粮食产能 意味着我们国家口粮绝对安全 鼓舞基本资金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断在自己手里 里面主要装中国粮 在河南安阳 约十四万亩的农田中 一条长达130多公里的沟渠 环绕四周 可以有效排红泄洪 深埋地下的570多公里的管道 以及1277眼基茧 形成了一个细密有效的灌溉网 地面上一个基于物联网搭建的智慧农业管理平台 融入了气象监测 智能灌溉 定虫害预警防控 土壤伤情监测站等智慧管理手段 凉田在安阳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含义 它让丰收有了更确切的保证 智慧农业高产高效 新时代的农民手握先进农业技术 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 一切的耕耘与收获 仰赖于田地 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顺应天使 开垦出耕地 使其称为良田 用双手创造了世界粮食生产的奇迹 今天对良田的持续打造 延续着中国人千百年来 对于土地的深情 延续着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农耕智慧 也包含着功在当代 历在千秋的探索与努力 黄河 长江 哺育的华夏儿女 深爱脚下这片土地 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 耕耘出万木金黄 硕果累累 保护良田 拓展耕地 今天获得的每一次丰收 都是良田不复 辛勤的馈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